這次美國的大選跟中共黨派之爭 兩個劇 慢慢要合成一個劇了 美國總統川普第一任期勝不到一週 國會眾議院仍然表決成立彈劾案 裴洛西喊出川普必須走 政治學者明居正分析 背後有結構因素 包括深層政府 川普2016年競選喊出抽乾華盛頓沼澤 經理深層政府 明居正認為 川普歷經多年打擊 包括通俄門調查 可能就有存在已久 盤根錯節的深層政府反擊因素 吳嘉隆認為 大選過程背後 就有深層政府聯手中共干預的可能 他其實是一個跨黨派的 換句話說 川普等於在同時對抗 民主黨與共和黨裡面的既得利益階級 第二 你影響了我們的財路 簡單說我們的名利權位情都受到衝擊 國家改革真的是需要很長時間 川普四年做到這一步 然後現在還能活著 坦白說不太容易 明居正表示 美國政府中 確實有些人認同川普理念 也憂心美國政府與社會 被深層政府左派長期待著 越來越像左 現在看來就是深層政府 跟一個真正民主政府之間的一個對抗 現在開始浮現 那現在這麼打得方心為愛 那到底是誰勝誰負 現在就看說 川普能不能用他的理想主義 打動到美國政府 跟美國社會的一些人 願意說回復美國的原始的立國民主精神 而來支持他 蓬佩奧近期表示 川普對抗中共路線是有兩黨的基礎 也已經建立巨大的全球同盟 不過明居正認為 仍然有被緊縮推翻的可能 同盟也有破局的可能 拜登的戰略排序有問題 他一直把俄羅斯排成敵人 然後把中共排成一個競爭對手 那如果你說川普 當然通俄門有問題的話 那拜登的通中門可能更可以成立 如果硬盤門的消息是真的 中共很可以拿著回頭來去勒索拜登 新唐人演的電視高專輪 張東旭 台灣 台北報道